大早沙天 哎呦這一次的慶典啊巨龍歸來 真的是新的陣營要來了 我們來看活動這個地方 活動這個地方呢 我們點擊慶典狂歡 欸有沒有 欸這是先鋒服的時間 4月18號到5月15號 總計200以上的龍族抽卡券 龍族抽卡 對沒有錯 這真的是新的角色 然後七天簽到 再來呢4月19號是什麼 孵蛋啊孵蛋 是角色從蛋裡面出來嗎 然後再來的話呢是美洲福利信件 希爾溫送你希爾溫 再來的話呢是龍的試煉 還有與龍同行 那先鋒服畫龍的話呢 對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 這邊隨便選一個吧 來看看齁 我認為的龍的話呢 多一個蛇不錯喔 好這樣子就解了一個資源 所以這只是個小東西啦 但重點我們還是要以官方的資料為主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邊的話呢陣營特點 齁他是說齁 每上陣一名龍族的話呢 所有友軍都會獲得額外的屬性提升 然後三名四名五名跟三加二 這個都是一樣 陣營克制的話呢看來就很單純了 就是龍族打龍族會有加成這樣子 英雄的特質呢也是一樣齁 有這一個史詩齁這個金色的 再來紫色藍色跟綠色的 那一開始呢就直接推出了八隻角色 也就是一個陣營的一系列 兩隻金色的齁四隻肥料 然後另外兩個的話呢就跟魔花種子一樣吧 再來就是巨龍古塔什麼試煉 又是一個新的東西了 這真是齁大改版耶 還有龍族家具的這個造型 以及獸靈 獸靈的話大佬沒問題啊 一來獸靈之後馬上就已經加到多少 21 24嗎 再來就是這一次的新的造型 免費可以獲得奧登的造型 這真的是蠻帥的 艾米亞的話 這個下神的話可能就要課金了 好然後呢主城也換了再來是多莉的新造型 真的是蠻好看的耶 OK所以要知道說這個龍族是怎麼回事呢 看來還要再過兩天喔 先鋒斧後再過兩天 4月18號才知道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